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的一个流行趋势就好像除了在食材上这种跨界组合之外 然后他们会在这种包括这种做法 器皿等等都脑洞大开 对吧 那么接下来咱就一起来看看这个很有特色的 我们说不清楚的没事吧 今天我们既吃烤烤又吃火锅 与鹿均沾各不耽误 这能一块吃吗这 不 我们今天去看看就知道了 就是这里了 走 烧烤的味道 这儿的烧烤围着一大口石锅 热腾腾的锅气散出来 看着也是够暖和的呀 一般话就是要么就是烤的要么就是火锅 它这种又能喝汤然后又能烤还是挺有特色的 围着火炉车上烤的还能吃火锅 挺暖和的 好暖和呀 可以烤好手 老板拿下菜单吧 看这儿烤肉的器具非常的齐实 咱家这锅是怎么吃的呀 咱们这个是中间然后有一个汤锅 然后主要以喝汤为主 然后在这个旁边的铁板上烤肉 咱家这个锅的话有四种口味 尝一个军汤的吧 十二大夫妇 这个感觉都来点尝尝呀 吃了个菜十二点不会采的 行就先这样吧 哇锅已经上了 就位吧 中间这是一个石锅 哇它这居然有海盐 这一般吃西餐才会有吧 对是的 然后这个是给就是不太喜欢吃 自然和辣椒的这个客户准备的 把我们这儿的烤肉吃成了西方的味道了 中西结合这边是自然和辣椒 这个肉是可以涮也可以烤吗 主要是以烤的为主 这都是腌制过的 然后咱们家主要是以喝汤和烤肉为主 我之前其实吃过类似这样的烧烤 在云南那边 他们那边就是吃火锅的时候 常常都有一块这个就可以烤东西嘛 但当时他们那个锅不会是像它这种大石锅 这石锅是哪儿呢 西藏 然后这个外面是属于云南的 反正它这个也算是 不仅是火锅跟烧烤结合 还是云南跟西藏的结合 哇好沉啊这个 这个锅然后盛满汤之后 差不多有三十多斤中 三十多斤 对你今天这个锅盖差不多再有十斤了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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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锅盖里面的食材特别多啊 桂圆红枣 然后还有一些军锅 这料好足啊 跟我想象中的军汤不太一样 这比我想象中的料锅太多了 而且都是一些私服的事情 哇好鲜啊这个 太舒服了 冬天先喝一碗这个 我觉得它这个汤不是属于那种特别清澈的汤 因为它里面可能料放的比较多 然后这上面的这个油 不知道是什么油 鸡油 为什么要放这个鸡油 哦 鸡香 其实我觉得这个要不放鸡油 可能会更清淡一点 不过这个汤确实是 你能喝出来非常滋补的感觉 说是火锅配烧烤 其实来这吃 更多的人是选择边喝汤边吃烤肉 锅里面是不涮菜的 这么大的一口食锅放在这儿 仅仅也只是为了喝汤 一口汤下肚 既暖和 又鲜美 这也是圈了一票粉丝 但据说 这锅汤鲜味的秘密 可全在这口食锅上了 这个摩托食锅是产自西藏的这个摩托线 是取自全球第十五大高峰 南巴加瓦峰上面的天然造石 这个锅呢 只有在每年的六七月份 然后才能上山开展 从山上靠人力 从山上背下来之后 开刀 要放在雅鲁藏布浆里边 然后清泡大概三十天左右 在使用前呢 还需要养锅 也就是说需要 盘的 对 一层一层的去刷 然后把油浸透 这个锅呢 在刚开始开展出来的这个时候 是轻色的 轻白色的 然后经过后期使用和盘它 然后就变成现在的这种深灰色 你说这个锅它原来是白色的 对 是的 看着一点都不像白色的 乌黑乌黑的 对对对 其实这个锅非常软 然后它 你看咱们拿指甲一画就能画出来一样 是啊 非常软 因为它是造石嘛 造石在石头里边算是比较软的一种食材 为什么要用这种锅呢 这种锅的话 这个石头本身含有这种十几种微量元素 然后人体所长需的这个钙铁性新纳铭 它聚热慢 然后散热也慢 加上厚厚的锅盖之后呢 然后它的这个密闭性非常好 然后在高原上使用就有点类似于咱们这个高压锅一样的那种效果 它炖出来的东西更香一些 这口锅的话 然后在藏民家里边基本上是每人家一口 使用过的锅的价值要比新锅还要高一些 养锅嘛 然后它长年累月的 这个油然后进在这个锅里边之后 然后这个锅然后越用越好 它已经身经百丈啊 各种味道都藏在里面了 如果不是来这后厨一探究竟 还真是想不到这口石锅竟然有这么多的讲究 因为采用了南家八瓦风的天然造石 所以这石锅天生就有各种对人体健康有益的微量元素 包出来的汤也是更加香浓 再加上各种菌类中炒药打底 一勺热腾腾的羊汤可真是滋不良方了 师傅们在汤上如此煞费苦心 那这烧烤究竟吃着怎么样呢 像这个妈妈这里边这口汤汁 真的是一口下去先掉眉毛 先掉眉毛 这个口馍这个吃的时候放在这个圈的内 它一会的话 这个菌里边会煎出玻璃的汁液 先把这个猪里边的菌汤给喝掉 这个不需要放调料 这就是这个菌的原料了 看来一样我吃口馍吃的都太粗糙了 这应该是最正宗的菌汤吧 干杯 汤 好鲜好鲜 那个汤 鲜蘑菇好嫩 好像吃肉肉一样 真是一只多汁的小蘑菇 十二道招牌菜里 除了常见的蔬菜和肉 还有一些很神奇的食材 这条胡果肉土豆 我还以为了它这个是萝卜呢 我感觉它土豆好像装块了 还是这样 家里买的这种土豆应该不太敢吃吧 看这个豆腐好像不太一样 你看看里面 南丝豆腐 你看看 好可爱呀这个小豆腐 这个快感就是快个感觉 就特别嫩 会抖感觉 感觉里边好像炸牛奶的感觉 这个应该是快皮是那种老豆腐 然后里面那些是嫩豆腐吧 咱们那也有一些比较特别的 然后咱们这买不到的一些食材 比如说我手里边拿的这个 外表和我们普通的土豆 没什么区别 而事实上呢 看着特别像坏掉的土豆 不是 这个是云南的特产 叫做红心土豆 这个土豆的话 它的芯里边是红色的 就紫色的这种 然后这种土豆的话 它比起咱们本地的土豆 然后吃着更香 然后更糯 然后更甜 然后这个锁里边 所富含的花青素 含量也更高一些 为啥非要 运那边的土豆过来呢 土豆是烧烤里边 大家很喜欢吃的一道 咱们家的火塘 又是从云南那边 引进回来的嘛 咱们肯定要卖一些 当地的一些特色的东西 这个是云南的 食品包姜豆腐 这个豆腐回来的时候 它还是蛮硬的 经我们后期处理之后 然后它现在里边变得非常软 这个等会烤完之后 它的口感 然后有点像蒸的鸡蛋 外皮然后可以烤焦 然后里边的话 就像豆腐脑一样 因为在咱们这边 从来没有吃过 从来没有感受过 我当时就有一个念头 我这个东西能不能 然后放在我的店里面去卖 就这么简单 要说起来 这位掌柜也算是走南闯北的吃货了 去了西藏 带回来煲汤的摩托石锅 去到云南 又把那里的火糖 红心土豆 包姜豆腐带了过来 简直就是各地特色大融合呀 除了这些搬运来的特色 还有一样 则是掌柜自创的绝活了 胡椒的肉吧 牛肉 味道比较好吃 跟黑胡椒牛排的味一样 有点辣条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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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感觉 加在一起应该差不多 嫩的肉有点不像牛肉 这是黑胡椒味的 这味道很特别 哪还有一点点酸酸甜甜的味 就你能吃到这个黑椒味 但是这个好像又不单纯是黑椒味 有点像一种酱的味 就是有一股酱香味 我吃那个黑椒肉的时候 它有一种酸酸甜甜的味 就感觉有点像陈皮 有点像花梅那种感觉 对 其实是一种比较偏日式的口感 然后是一种日料里边 可使用的一种东西 具体是什么的话 我就不给大家说了 因为这个酱我自己蛮喜欢 它的口感是非常丰富 就像你刚才所说的 里边有酸酸甜甜的 还有梅子味 陈皮的味道 那等于你这是西方的味道 加日本的味道相合 不管是什么地方的味道 只要做盘好吃 这么多菜已经过了 最喜欢的 一定要打卡的就是这个豆腐 因为它这个真的超好吃 尤其是它烤过之后 那个皮是脆的硬硬的 然后里面是这种嫩的 就是一口下去 好像真能爆浆那种感觉 不管绵绵的 然后还能吃到那个豆香味 再这样自然很美味 接下来呢 再给大家会介绍这个店 它就属于那种很奇特是吧 这地方不好找 对很难找属于这种闹中取境的地方 对对吧 对 因为这个地方呢 它其实是在郑州市的市中心 对对吧 对应该叫做紫吉山附近 嗯 那个地方应该大家会都有去过 但是这个店你还不一定能找得到 对吧 对 因为说了紫吉山 都知道是那个地方 对啊 但是它又不在 它就在紫吉山可贝的地方 嗯 而且据说里边的桌椅板凳也是很好玩的 是吧 一般情况我们到一家店里边 它最起码桌子一样 凳子一样呗 对吧 有点贫贫凑凑的地方 是贫贫凑出来的是吧 嗯 它吃的不是贫凑的吧 不是 嗯 吃的有特点吗 还挺有特点的 比较正宗 你最香中的是什么 那个地方最香中的是一锅汤 一锅汤啊 嗯 那到底是什么汤呢 咱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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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忙碌的这个人叫蒋国欣 人称老蒋梅州人 不过这个梅州是梅州和郑州 老蒋梅州 来郑州已经二十多年了 这年头比我岁数都大 刚来郑州那会儿就在给别人帮助 之后自己开了这家店叫食堂 好像躲过 这个喇嘛 不论你都 吃啊 食堂 就叫食堂 看到了吗 哦 没错 就叫食堂 这名字还真是别出心意 就是这个不起眼的门头 一个不小心 还真给走过了 店面不大 只有不到十张桌子 并且不大的 爸爸厕所在哪 出门 旁边的公园的进出门两边 这儿没有啊 对 对 连厕所都没有 可就这么大点地儿 却吸引了好多老涛在这里 提起来老蒋 老师客们似乎都很熟悉 并且都说 没事啊 都到这食堂吃上一顿 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 不过我们听说 在这家店 跟老蒋熟 还可以得到隐藏菜单 它这个菜单真的好丰盛啊 两个大叶子 而且是都不重复的 感觉有几十种 这么多种啊 不过听说 跟老蒋熟的话 有隐藏菜单 是不是有隐藏菜单 有啊 因为我很多朋友 吃了一下 评价比较少的菜 我们做了一个评计 基本上就是 以这一个作为 大家比较多点 头牌菜 这就是隐藏菜单啊 对啊 原来所谓的隐藏菜单 其实就是 时刻自己评选出来的 点单率最高的几个菜 那这也不算什么隐藏菜单啊 我们看了看 最终选择了乳哥 马头鱼 并且在老蒋熟的再三劝说下 还点了份猪肚鸡 茶香煮 我听名字就知道 与众不同啊 不同在茶香 但是这个 看起来 看到了吗 就有点像 烤鸭的那个嘴子 在那边翘子 感觉就很脆的样子 嗯 鸡肉是很肥 确实要滴一口下去 很淡淡的那个茶香的味道 记得一下这个鲜味 而且外边就是脆脆的 里边咬进去 有点汁水的感觉 不像以前吃乳哥会感觉柴柴的啊 或者是干笨笨的那种 那点基本上乳哥是比较的 在贝加池里 一般烘茶的那种比较多 就是说炸脆皮的那种 就是跟它这味道回样 而且配料什么呢 就是它不多原味 你看边的乳哥 做的都要不就炸 过以后炸特别狠 弄干干的 这边那个就是口感 还能够就是说 一表面那个皮的那个脆感 口感那个脆 然后那个里面的肉 还是那种比较稀嫩 而且就说如果说 每天一天好 到那老板是刚做出炉的 然后这个倒一口一切 该加起来 你还能看见那个 这里面鸡肉纹里面的汁叶 还是手里喉 非常好 就是这个基本上 你能吃到爆汁的感觉 所以说比较嫩 别家吃起来都有点干 不愧是典单最高的头牌菜呀 虽然乳哥不是什么稀罕物 可是这种茶香的做法 也是很少见了 这是什么茶 这是黄鸡香 它这个茶直接闻下去 一股奶茶的味道 它变奶味 这就可以增加这个乳哥的香味 还有那个腥味可以去掉 茶叶用的是凤凰丹丛茶 是广东潮汕的特产 而茶香乳哥 也算是客家的一种传统吃法 有点和茶叶蛋 一具同工之处吧 但好多食客都表示 以前吃的乳哥 都是干干巴巴 麻麻烈烈的 这个还会爆汁 是怎么回事 先卤要炸 增加它的香味 然后皮会脆 吃起来是皮脆肉滑 常吃的乳哥是烤的 先腌再上火烤 皮是脆了 可是相对于会干一些 而这家的乳哥 外焦里嫩 是先用茶叶卤制再炸 因此口感才会多汁 如果说乳哥是广东菜的代表 那么刚才还点了一个什么来着 对 马头鱼 这又是啥呀 马头鱼反正是 我在其他地方没吃过 这个因为它自己有 连刺都能吃掉 哦 所以你可以想到 它那个脆的脆肉 就这个马头鱼 第一次吃 其实没吃过 这就是马头鱼 这是马头鱼啊 对 这个看着是不是像个金鱼 这是海鱼还是河鱼 海鱼 在咱那儿确实没怎么见过啊 还因为像马吗 不是 各有各的叫法 像我们是叫它马头鱼 也有叫它是什么鱼啊 这很多叫法的 还有什么叫法 不说人有时间涂抹 它的颜色体 它就是有点红色 有个梅花倒的斑 这马头鱼呢 在我们那边是很普遍的 做来喝酒下酒菜 有点像我们的凉菜 对对对 它那个外皮 那个鱼鳞好像是没有特别去干净 炸完以后 那个外皮比较酥比较焦 里面那个鱼肉吃着还比较嫩 因为我们也是依次来 依次听说这样的东西 之前没吃过 之前没吃过 也是来这儿以后才知道 这么没 也没这样子 但是听着口感 吃着口感还是挺好的 哇 现在是外交里内 而且因为它是海鱼吧 所以保留了海里边那种原来的鲜味 而且并不腥 但是这个鱼其实我很好奇啊 我没有吃到那种挂护的面糊感 也没有吃到腌的那种腌料感 就很自然的鱼原本的这个鲜味很充足 难道炸鱼不需要挂护吗 看来不是我嘴巴问题啊 刚才也有小伙伴吃出来了 鱼鳞感 难道这鱼真的没有处理吗 有腌过吗 事先腌了一下 就放一点盐 什么都不用 那裹了面 不用不用裹面 没有裹面啊 没有 那怎么炸的金黄酥脆啊 这就是要技术的 我们呢这样油温80度 到120度的时候就可以起锅了 我们常吃的炸鱼 都会先用料酒去腥 再粘糊去炸 这样会外焦里嫩 而处理码头鱼 就加了点盐板去除内脏 甚至连鱼鳞都没去除太干净 可吃出来的口感仍然酥脆金黄 鱼民靠海吃海 吃原汁原味就是这个道理吧 这个猪肚鸡是老板硬死来跟我们说 让我们点的 因为我觉得这两年的猪肚鸡 咱们争动实在太多了 并没有什么特色 但是这个上来以后 我觉得不一样一点 就是一上来就很浓的一个椰香味 一个都加了一点椰子水 所以说稍微擠 有点像那个椰子鸡的味道 然后它和猪肚鸡结合了一下 就这家店其实吃起来就是从这个盘子啊 然后整体感受啊就觉得很舒服 而且在这儿说话基本靠海 因为太热闹了 然后旁边就是 我看都是亲戚朋友 就是很自然的过来吃这种家常菜 然后可能来这里 就是叫食堂的原因 就是比较接地气吧 开这个食堂呢 当时咱们都想嘛 因为挣住很多我老乡 我朋友 就想让大家来这里食堂吃饭 是吧 老奖说本来是在这里 是想让老乡有个聚会的地方 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在这里却结识了更多的朋友 他的名字可能不会进来 但是来到朋友介绍以后 来进到这里面 可能会感觉比较好一点 食货嘛就是找比较 汤衣馆 对 比较适合自己的 可能店子越小 他可能做的那个口味 是比较独特的 这家饭店啊 全部都是老爷们 这一屋子你看 是好这口 好吃肉 吃肉多 对 吃肉多 好吃肉对 把家乡的风味带到河南 再带到郑州 让我们也能感受 地地道道的客家菜 家常饭店 你要说一说是海鲜 一看名字 都害怕 其实没有 很传统的一些家常饭店 传统客家菜 这一类的 让食客在这儿吃 就像回家一样 对于老蒋来说 这就够了 接下来要给大家一会儿 介绍这个 它老有特色 以前在咱们这儿 根本就没见过 因为它来的地方特别远 那从哪来 那现在感觉猜远 至少得猜到 这个河南省以外 起码 它从中东来的 中东来了 对啊 它是一个饼吧 应该算是 对吧 因为这些东西 你很难去分类它了 有点像做那个法棍 法棍那个做法 所以它含油含糖量比较少 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 感觉上应该是比较健康一些的 对吧 而且它里边还可以填馅 你要填什么馅吗 嗯 可以把牛排直接填进去 哇 感觉这个可奶酱 有没有想到一个 咱们知道经常吃的一个 叫做肉夹馍的东西 对 是吧 对 肉夹滚 滚夹 滚夹肉 所以甭管它是什么 咱就一起来看一看吧 袋子拍片的 你拿个袋干啥 说袋子你能想到什么 纸袋 食料袋 客户袋 包装袋 还有袋鼠 口袋妖怪 还有小莱姆 今天我们要去吃了 就跟这个袋子有关系 因为我们要吃袋子 就是这家店 口袋带饼 他们家是做一个叫什么 口袋饼的好像是吧 我想知道这个口袋饼 跟口袋膜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 它那个就是用一个 一个皮塔面 就是中东里面一个皮塔面做的 中东 对 它是个中东的一个特色 它更像那种面包 面包饼 那等于说不是口袋膜 是口袋面包的 现在一共四个口味是吧 对 现在 三选二 二十五 好划算呀 这个选两个吧 选一个这个 芝士厚蛋香肠 要一个猪颈肉的 再给我来一个黑椒牛排的 应该吃 在这吃吧 那个猪颈肉饼里边 有那个青椒和洋葱 都炒熟了 你看有忌口吗 没忌口 啥都吃 你们的工装应该 做成一个 哆啦哀梦的样子 美食侦探所说的吃袋子 其实就是吃这个口袋饼啦 据说这个口袋饼 也叫皮塔饼 是流传于中东地区的 一种小吃 因为形状像一个口袋一样 所以就有了这个名字 不过要说口袋 咱们本地不也有口袋膜吗 但是这个看起来更像是 西三版的口袋膜 特别好吃 这个饼啊 还有那个肉 就特别特别棒 就像他们明天口袋带饼 带一个口袋一样 然后把所有的那些 原材料给塞到里面 特别新鸣 区别与传宠的那种肉夹膜 肉夹膜吗 不是那种带饼 对它是一种 比较比较新的模式 很潮的 对 包括包装呀 包装也 包装也 人家适合我们的口味 风格我也比较喜欢 原来名字嘛 口袋带饼 感觉就很酷酷的感觉 这边是一个名档的厨房 哇 这个牛排还是可以的呀 是那种 是那种圆切的牛排 这个就是那个口袋饼吗 它是黄色的呀 这口袋饼是南瓜味的吗 对 南瓜味的 说是像西餐 其实主要是因为 这个口袋饼里的食材了 牛排 猪锦肉 大香肠 再加上一些生菜 蛋黄酱这些配料 有点像汉堡 又有点像三明治的感觉 不过做出来的样子嘛 看着也是挺实在的 味道怎么样 我们先尝尝看吧 看着还可以哈 感觉这个馅都要淤出来了 而且它这个饼是特别大的那种 上面扎了一些眼 应该是让这个饼透气的 点了香肠呢 然后它这里面的配料还是挺多的 里面有这个白菜 黄瓜 洋葱 青椒 然后这上面还有一个鸡蛋 里面是芝士 然后开始吃 这应该是那种鸡肉厂 我们平时吃的那个香肠还不太一样 品质应该是还可以的 比较扎实的 这个饼吃的还挺特别的 因为它外面的外皮是那种酥的 然后里面是软的那种 其实就是面包嘛 然后咱以前吃的那个口袋模 那其实外面就是一个模 这个就是一个面包的口感 但是它比我们平时吃面包 要更牵硬一点 稍微有一点点干 尝尝这个 猪颈肉 比较黄瓜 傲然的腻在这里 这个应该是酸甜版的白鸡膜 自然羊肉夹馍 因为它里面有自然的 然后还放了甜辣酱 就是那种完整的中期结合的感觉 而且我觉得它里面给的料还挺多 里面的肉特别多 就一大块一大块 肉好多 克服装牛排肉很嫩 你看 是红色的 这是五分熟的 这个口味 我觉得其实就是牛排加了膜里吃 牛排加了膜里吃 就是吃牛排 然后牛排吃的也很宽大 吃的很满足 辣宝 这个绝对饼鸡 看这个感觉这个熟了 就跟 就多啦A梦 这个感觉一样 其实就单吃这个磨味也挺好 有点像杂粮饼 这个像 非常健康的饼 就像类似于我们吃的法包 法棍一类的 这样子的一个面包的这个形态 这个面粉里面只加一些我们进口的面包粉 然后糖和盐 只有这三种东西 然后再加一点点酵母 它是很健康的 没有任何的添加的东西 我们经常吃的面包是高油高糖对吧 然后这个的话一点点糖 然后一点点油 涂出来面包 这个面粉它特有的香气 然后这个是一方面 还有一方面的话 咱这个饼是加蒸的南瓜泥 这个面包用那个南瓜泥 所代替的一部分的水 然后吃起来的话 有南瓜的独特风味 而且影响各家充足 还有就是贴合我们中国人的口感 来做的一款面包 起源于中东地区的皮塔饼比较薄 筋度硬度也更大 为了更加符合咱本地人的口味 面包师傅采用了法棍的做法 又在里面混入了南瓜泥 代替油脂 增加了柔软度 但又保持了低脂低油的健康口味 唯一不好的地方 可能在于放一会儿不吃 真面包就变硬了吧 这个饼因为里面没有油脂嘛 油脂是容易储存水分的嘛 但是油脂过多的话 这个饼再加入的话比较腻 所以这个饼的话 是每天现火面现烤的 这样的话就保证它的柔软度 法式面包饼 这面包和一些西式的菜品所结合 它就是西方的烧饼是吧 对对可以这么说 西方的口袋磨 说皮塔饼可能很多人都是一头雾水 但是如果说是西式的布袋磨 烧饼加菜 这种叫法可能更接地气一些吧 往常吃西餐牛排 主食的绝妙搭配都是通心粉 一面之类的 这种牛排佳饼的形式可真是第一次吃 省据了优雅享用一顿西餐的时间 用最快的方式裹了一把牛排饮 它一共四种梅花猪嘴肉 它有一个鸡辣胸 跟这个芝士的拆辣香肠 它有原先的这种气楼牛排 那看这个牛肉感觉还是挺好的 这个肉的话 它吃上肉一块也会更硬一点 然后它的皮尺都在下面 然后煎的话可以 如果它不太喜欢吃肥的话 这一块就可以剃掉 如果是选入的肉眼的话 筋比较多 然后就是可能会一跳动感觉 但是它牙口不太好 就会让它搅不动了 会有这种感觉 那像一个饼里面它能放多少 一个饼大概就是这样的 大量可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我们常说一句话叫做物以稀为贵 对对吧 你比如说像咱们这儿好像咱吃碗会面 觉得没什么挺正常的 但是你要跑到很远的地方 比如在广东你想吃到一碗会面 这个东西就很稀奇 对对吧 你比如说在海边你吃个海鲜不算啥 是吧 但是你要在咱这儿吃海鲜 那就算是比较稀奇的一件事 现在还好 这个你比如说 在海边吃饺子 这就很稀奇了 对这就很稀奇 他们会拿海鲜做钱 对吧 所以就是有人就在咱们郑州就开店 然后就是直接拿这种海鲜 直接做下来吃 像什么青虾呀 墨鱼呀 黄瓜呀 我看到你表情了 你知道吗 然后会觉得很奇怪 对对不对 当然了人家这个主要就讲究一个字 鲜 一起来看看吧 哦 今天吃饺子 呀 那是 你看 韭菜鸡蛋 加虾仁 那是够鲜的了 这是什么的呀 这看不出来 这里好像也有虾仁 这个又是什么呀 哦 皮是黑的 要说这五颜六色的饺子 大多都是蔬菜汁的颜色做成的 可这黑乎乎的饺子 倒是头一次 真是让人有点不好猜啊 这个是墨鱼水饺 是用墨鱼打出馅然后做的 墨鱼 对对对 这个就是墨鱼 纯墨鱼吗 加了什么 这里边是有95%的话都是纯墨鱼 然后里边加了3%的一个韭菜 还有2%的一个白菜 哦 你看这种搭配 加韭菜和白菜是为了让它 让鲜味更突充一点 而且这白菜 好像跟我们在家里做的那饺子馅的不一样 咱们都是把那白菜剁一下之后 好像会过一下水吧 但它这个好像就是那种 对是鲜白菜 对 它就是鲜的 因为我们这个 我们家是主打海鲜嘛 就是主打它的鲜味 这个白菜的 不把它那个水分去掉的话 它和这个鲜墨鱼配合到一起的话 这个鲜味会口感会更好 而且吃到嘴里边它是很清脆的 有口感的海鱼是吧 对对对对 包括咱们这墨鱼的话是 有一部分是打成这个就是泥浆 然后另外一部分的话是保留它这个颗粒感 你吃到嘴里的时候 会有一种咯吱咯吱的那种口感 原来今天的吃鲜包含了两层含义 一是吃海鲜饺子里的海鲜的鲜 二则是饺子馅料和做法的创新 带来的新鲜感 真是黑的发亮 油黑油黑的 而且感觉 从我筷子头的感觉和我看的这个感觉上讲 感觉它要比其他的饺子要更加的筋道一些 好鲜啊 好鲜啊 好鲜好鲜 能吃到这个白菜在里面 皮的这个口感皮特别的筋 然后没有其他的味道 这个就是又鲜美又香 还没有腥味 如果说墨鱼水饺是这家店的第一鲜的话 那么接下来的就是第二鲜 它会是什么馅的海鲜饺子呢 还有一个疑问 就是刚才这个大姐子她在包的这个是什么馅 有虾仁我看到了 对对这个是青虾水饺 因为我们用的是德青的胶质青虾 胶质糖养出来的虾的话 它会非常的干净 哦 那它旁边的那个泥状的是什么呢 泥状的话是用虾和鱼 就是青虾和鱼打成的糕 然后加了有1%咱北方人嘛 还是想要鲜一点的话 就是这边为了配合咱北方人的口味 加了2%的一个猪肉 这样的话 不是为了鲜 加猪肉我跟你说姑娘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香 对而且呢 可能这肉还得稍微肥一点的才行 对对对对 就一般是 像我们平时吃虾饺也是 里面都会加一些猪肉要更香一些 但是这个墨鱼的就是纯鱼 对对对 全都是海鲜水船鱼 这个里面还加了有酒黄 对它吃起来的话 就稍微有一点点那种蒜香的口味 然后吃起来的话就很好 而且还有一点什么 就是它能去腥 对对对对 是吧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对对 那是有点意思了 挺新鲜的 其他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对对 海鲜水饺应该是比较省 咱们这比较省的 咱们这主要是以这种 家常那种角度为主 这个海鲜那还是不错的 这个海鲜这个味道 在家里边一般是喝不出来的 帘子应该吃了一周了吧 结果把朋友也都带来了 就是怎么知道的这儿对说 我们在这儿回去上班 然后就来这儿看一下 青虾的感觉就是皮特别的薄 你看里面粉粉的 这个要更香一些 因为它里面加了猪肉 还有提味的这个酒黄 这个要更香一些 虾仁脆 就整个的满口的感觉 吃完这儿回味的都是鲜味在里面 如果说青虾饺子吃的是海鲜类的鲜 那么接下来这个素饺子 一样能吃出来鲜 它会是什么呢 而且呢这边做的那个素馅的黄瓜 味道也不错 还有黄瓜馅的饺子 对 不过很少有人点 然后黄瓜的那种清香味 都可以出来 它等于就是一张皮包了各种鲜 你是吧 它常常要做的 的确是把这个鲜包在这皮里 生的白菜 生的青菜 玉米粒 这就是黄瓜 黄瓜 黄瓜 黄瓜包饺子吗 不出水吗 我今天有点好奇 这就是黄瓜馅的饺子了 它在所有的其他馅料当中 这个感觉是最软的 因为它里面没有肉 它就是黄瓜 但是它所有的饺子的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皮很薄 这感觉就是用面皮包住了黄瓜炒鸡蛋 黄瓜还脆着呢 这黄瓜是去了皮之后的 所以总的来说啊 我给您总结一下 就今天我来吃的这些饺子呢 第一它所有的馅料 跟我们平常吃的都不太一样 突出的是一个鲜字 然后呢就是馅料还是比较足 用的这种海鲜的比较多 然后呢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它特别注重的是口感的搭配 里面一定会有提升口感 而存在的一个脆脆的东西 比如说生菜 比如说芹菜 比如说黄瓜 哈哈 您喜欢哪个下道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尝试一下的话 地址您可记好了 这家店的地址是在通泰路与商都路 交叉口往南200米路溪 苍浪哥海鲜饺子 要说起来香香美食能够这么多年啊 然后大家伙呢还是一直在兼职着看啊 其实说句实话 除了我们的努力之外啊 哈哈哈 哎呀 不是 这自己还要说一下的对不对 嗯 当然了更离不开的就是大家伙的支持 对对吧 因为有很多好吃的很有特色的一些店啊 都是咱们的粉丝啊 然后推荐给我们的 对比如说接下来要介绍这家店啊 香香姐去看的 嗯 他怎么知道的呢 就是我们的观众啊 直接手绘一张地图给他 哦 然后他去找 既然说他找 那一定是不好找的 对 对吧 哦 最后找到之后呢 他是藏在一个 应该是一个废旧的一个厂房大院里面的 嗯 嗯 里边的菜品哈 啊 金汤酸菜鱼咱就不说了 嗯 据说还有一个好像听名字哈 应该是不能吃 不能吃 那他 对吧 所以你就想问了 那他怎么办呢 对啊 一起来看 要这样说的话应该快到了哈 你可能会说 香香你在晚上找什么呢 是这样 我们有一个观众呢 给我推荐 他说有个地方的食物挺有特色的 而且呢 的确是不太好找 他就跟我说呀 在这南洋路上见到北苍北里之后呢 就快到了 哦 对对对 来来来帮我拿一下 他还给了我一个攻略画了个地图 哎呦 哎呦 还有地图了 香香亲戚哇 多可爱的小姑娘 看一下啊 他说一定是到这附近了之后 然后再看 否则看的早也没用 这个地图 哎 这不是北苍北里吗 不对 他画的是上南下北 哎 不对 上北下南 我应该这样看 哎 你应该想想给这个组的 我真的很久没有见到 这么详细的地图了 我们这个粉丝真的是非常的有心 找 找哪儿呢香香 我在找一个饭店 就是他说你看他给我画的这个地图 是北苍北里嘛 对啊 然后南洋路 他说就在这附近 他给一般的路边都画了 啊 不是找那个 嗯 在这里面吗 这是个厂房啊 啊 不是 你往里面走 应该是在那里 你找的地方 是吗 应该是 这里有个饭店 应该是那里 这里 哇 这 果真是个院子 对 他跟我说了 是个院子 是这儿吗 嗨 你好 推荐这家馆子的粉丝曾说 这里的位置不好找 如此看来确实是名副其实的 当然 这位粉丝还说了这里的菜品十分有特色 这一点可就需要我们先来打探一番了 我们吃干净了 这个颜色的酸菜鱼 是灯光的是吗 酸菜鱼 就是叫金汤酸菜鱼 对对对 酸菜鱼最好吃的 它这个酸菜鱼跟别的那个酸菜不一样 爪梅好像给哪儿劲呢 听到老板说过 好多酸菜鱼 我自己也回头 哇 浇一层油 完了 这没有是吗 它不是 它那个油不大 但是汤你吃出来一点都不管 绝对好吃 这个不知道怎么弄 反正这就是吸引我 您知道它这个汤为什么这么黄啊 这个还真真真真不知道 我是一直特别好奇 它这个金汤是怎么做的 就是在我的认知里 金汤一般呢 会用到一些食材 比如说像南瓜之类的 那师傅究竟啊 这个金汤的这个金 它来自于什么 我们自己调有一个配方 然后加上我们宣炸的那种南瓜泥 我说什么来着 我说什么来着 我说一般的这个金汤 都是来自于南瓜 果然啊 好甜的南瓜 南瓜 你是就为了提颜色吗 是 这个提的这个 比较有鲜度 鲜味 还有有别的吧 汤底是什么汤 那种高汤 猪骨汤 大骨头出来的汤 对 这汤比较厚 用这种比较厚的汤 配这个鱼就可以了 就不用太多的油了 是吧 是 这个就是已经是 调制好的汤 调底了 就是大骨汤配南瓜泥 对还有我们自己的配料 来来来 要尝尝这个汤 我已经忍不住了 既然在碗里 有勺子这样 一盛它的话 能感觉到那种 南瓜在里面的魅力和作用了 因为你看 它感觉是有一点稠度的 有南瓜汤和南瓜沙的口感 但是喝不出来南瓜的味道了 因为它的味道已经调得非常浓了 这汤我觉得特别好 这以往吃的那个酸菜鱼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酸菜鱼这道菜除了这金汤比较特别之外 据说在食材上那也是十分的讲究 鱼肉选用带皮的冰鲜巴鲨鱼 据说口感与市面上常见的 经过二次加工的巴鲨鱼是完全不同的 至于酸菜呢 则是从广西美洲空运而来的 相对于四川湖南的酸菜 广西的酸菜脆度高 酸味淡别有一番风味 当然 除了这道金汤酸菜鱼以外 在采访的过程中 又有一道菜引起了香香的注意 大雁 红头雁 这能吃吗 能说不能啊 实际上它是一种饲养的红头雁 有防御蛋发这个 听上去就像是不能吃的样子 对对对 但我想起来了 就那观众他给我推荐了 他说他卖的东西很有特色 就是跟平常的都不一样 那我想这个金汤酸菜鱼应该是一个 说还有一个就是这种好像 听上去不太能吃的东西 宁吃 飞禽四两不只是走出半斤 这是有道理 大哥 我想把刚才您说那次我再送给您 论吃您真讲究 我 我也是您的粉丝 谢谢支持 我也是 所以我们香港美食的粉丝都是高品质的 都特别懂吃 大雁 其实不是大雁 是鹅 不能说是 叫雁鹅是吧 对 一般用了那个牙子 鹅 有时候你出力不好 倒不是有点那个 有点形样的那个味道 对对 这个没有那个味道 那它到底是雁呢 还是鹅 是大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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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能吃吗 就是它是可以吃的吗 这可以 这个是二代繁殖的那个 可以放行吃 是养殖的 是可以吃的了 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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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上去像是不能吃的样子 来看一看吧 好像是比平时我们吃到那个鹅要大一些 七斤肉 比鸭还有鹅那种肉质要好一些 要细一些 对 然后肉质比较筋 做麻辣或者红烧 口感都比较好 那你最好的 就大家都吃的那种是什么味的呢 就家看着特别家常的那种就像 农家菜出来的 红烧的 真的我觉得咱们就是河南人做这个红烧菜 这个啊 红头燕 再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是确切是能吃的 我觉得它的肉看上去特别像 平时我们吃的那个柴鸡的肉 就觉得它的骨头特别的细 嗯 这味道好浓啊 跟鸭肉和鹅肉都不一样 肉特别筋道 我怎么尽然连这个汤我都想饿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汤真的是看上去很诱人 那来点这个吧 这是这是菜 这是用这个菠菜跟鸡蛋在一起活的做的面 这是那个观众他专门给我说说要吃一个绿色的面条 是要拌到这个汤汁里 因为我觉得这个汤汁看上去真的很诱人啊 如果不浇米饭的话就得拌面条 不然就可惜了 这家虽然深藏在大院内 但菜品很有特色的馆子 东家小院的地址您可要记好了 郑州市南洋路与港渡北街交叉口 向北一百米陆溪 当然除了节目中聊到的这两样特色菜品之外 店内的特色烧烤以及带皮羊肉等也是很受时刻喜欢 如果您对节目中提到的美食感兴趣的话 不妨抽时间到店里品尝一下 说起这个华县这个地方 你脑子当中第一反应是什么 烧鸡 道口烧鸡 对不对 其实华县呢那样道口烧鸡啊牛腿火烧啊 这些都是大家会耳熟能详的美食 对吧 当然了今天要给大家会介绍的呢 是它的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传统的小吃 什么东西 叫做老妙牛肉 哎这个老妙牛肉哈 BGM 健常健弱 对对对对 声音就很好 哈哈哈哈 这个老妙牛肉哈也是拿这种成年的老汤 嗯 哎我们说成年老酒是越老越香嘛 嗯 老汤也是越老越好 好那咱就一起来看看这个华县的老妙牛肉到底有什么秘密在里面 老妙牛肉是安阳华县的特产 素有玉北之花中华一绝的美誉 这十四元 这个下路了 今天下路 早上 嗯 呦啊 熔熔熔 还是老汤鬼 还有呢牛眼吧 好的好的 一会儿你干嘛 好 看它羊那么多肉 这个弄成的有这个苗会 他们这些无数堆 现在就拍了节目 这非常累 那吃了牛肉 不重的影响 长长节 吃了牛肉强行转无吗 不是 华县要举行圣灵大的苗会活动 胡联博是种头影武师会的会长 带领会员在庙会上表演 这个时候在外务工的年轻人都会回来 胡联博也最为忙碌 要为年轻的会员传授记忆做指导 我代表就是我们种头影后节十字会 我们这是足传 我最低最低是四五本的传人 我今天七十 现在就是时代也不同 但是就是乌花跑圈 咱脸也硬 嘴脸也硬 庙会上表演舞师要三四个钟头 会消耗大量的体力 平日的训练更是刻骨 没有力气就会影响演出效果 所以好吃长筋骨的老庙牛肉 就成了大家喜爱的食物 苏国凯接到电话会第一时间送来 老庙它是个底面 它这个圆面是个老鱗牛 这个简称是老庙 老庙牛肉色的好看 就是里外头 再一个它这个不色啊 老庙牛肉虽然好吃 但至于做了三十年的苏师傅来说 传承实现不容易的事 这就是干啥 就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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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干啥就是盐 是不是在盐质过程中 所以盐败的盐败比较矩一点 你这个盐多少天 这一般冬天就是一星期就差不多了 这现在盐了就四天了吧 它这个盐质时间是有一种时间的 比如说这个夏天嘛 它盐的时间短一点 它用盐败的用那个串通的范盐来用那个水缸 以前那个套色的缸 其他东西模糊代替 这个水缸的那个头细性比较好 它温度包上比较平均 我感觉我几十度这个缸 哎呀 这个四十多两个缸 它现在这缸子现在没有了 老婆留下来的缸子就是这一缸 这一缸就是七十公分 七十公分 甚至一米公斤还要过 这一缸本就是三百银吧 这一缸过节时间 这盐都是三四百缸 三四百缸 哎 几个缸 几个缸肉的几个人 这个离习化 一般是干不了 这个就是翻满了 肥巴是太有时间 与一般的煮肉不同 苏师傅会在腌制的时候 也下一包大料 一是可以去腥 二是可以将料味在翻缸的时候 更好的融入到肉质当中 这个做点盐 20号 到日系了 就可以煮了这个 这个 在这个新的日系 为了这个 到张国人时间 能包成肉的时间 因为 从今天盐吧 就开始几样子 到那天 这个肉 该煮下来 起来就又熟了 嗯 明天就可以煮了 你看这个盐材 已经两个差不多了 在这个田主 已经够了 好 嗯 这都十八眼 光是有了 这十八眼 这都是在 在这个老苗镜肉 三百公斤里吃了 在这个老猪中 穿下来的配份 这缺一不可乐 这都啥了 这都啥了 这都啥人 操控 鼻孔 楼孔 白芝 嗯 丁香 这主要都是啥功能 你看这个白芝 这就是 主要是取形 丁香 这缺一不可乐 哇 这个丁香 这个丁香 主要是丁香 这个丁香 主要是丁香 非常好吃 也是丁香 丁香 嗯 出来的话就是丁香了 拦手了 不塞了 去腥了 这样的量 非常有将就了 这个这个 长得多了不行 少了不行 长得多了是铺 反映个这个 厌色那个发黑 与腌制时用的料大致相同 只是配比不同 选好料 就可以下锅煮肉了 但下锅之前 苏师傅说还有一个细节 这样可以更好的入味 肉质也更容易成熟 老师你这不是可以下锅猪了 下锅猪之前还得再熟回一点 鸡沫肉还有一个吃饭 在秋天再熟一点 这这么下锅是不能吃吗 不干不好 刚才买香也不好 今天熟回一次了 这是第二次猪猪 这还在那高点默默似的 一大股 这样的又又 不快 这东西 这牛肉吃到赏银的 听到说 天天吃都吃不饭呢 他就吃不饭 越吃越想吃 一天不吃都香 一天都拔锅 拔锅 一锅装生肉八百的斤 一锅装生肉 但是老板就是在那个地方菜 一般圆圈周边的 一边来买肉 一天老板都干的 小锅这边有酒带了 从下锅到出锅中 是半个小时 出锅时候能缺一锅 凉凉 直接切出车性这样吧也可以 这锅了 几锅八个小时不止 终于做好了 现在可以出锅了 肉 还是肉脑味 它这个肉你看里外头 塞着红轮 这个 原先这个肉是个大块肉 把它分割成小块了 现在直接装弄点 再高温没匀 在市场啊 快吹牛啊 都可以消除 肚子油 它这个肉猪的时间 比较长 更难 你想比较只八个小时 都要四个小时 它这个工艺培当复杂 它一个还得够那个虎 虎用啥够了 就是用那个牛头屁 牛实际上哪个屁 不为的屁 它这不行 它那个粘头搭不到 它只要咬着牛头屁 或者牛蹄筋 用啥 它只要把那个肉 斩合到一盆 各九十盆吧 做肉骨去斩 扎克 它就是各九十盆 一种扎克的 把那个肉丝开到 谈命 它靠扎克 一斤生牛肉 猪瘦牛肉 就是哪个猪柳梁 这个就是猪无量旗 有机会来华县 一定要尝尝当地的老庙牛肉 看舞师表演 您一定会不虚此行 产生频道